在娱乐圈当中,从来不缺乏俊男静女 有演技派的,有实力派的,有颜值派的 有才华派的,接触的人多圈子又大就又狠 大的几率遇见自己理想中的那个人 彼此相视相知到相爱,最后走进婚姻殿堂 所以令人羡慕的爱情也不在少数 但是今天要说的一对明星夫妻估计有好多 不太熟悉,因为他们俩真的足够低调 那就是玉恩泰与史玲子的神仙爱情 说起玉恩泰,可能好多朋友都会疑惑 不太知道这个名字,但是要说起他的代表作 武林外传,那应该是无人不小吧 毕竟他在其中塑造的吕秀才这个人 物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饱读诗书 书生气十足,空有一肚子墨水雀 怎么都中不了举人 可是现实生活中的玉恩泰却不是这样的 1995年考入戏剧学院年年都获得奖学金 2002年获得牛津大学全额奖学金作为交 幻生妇因学习莎士比亚戏剧 之后参演完 武林外传,在自己心图一片大好的时候 选择攻读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学位 2009年博士毕业 富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用来形容欲 恩泰在何时不过,参加综艺,生灵其境 脱稿为,亨利武士,配音,一口地道的音腔 正宗的音士发音,才华尽显,现场观众无一 不被其折服,也被称之为宝藏男孩 行走过50个国家,上百个城市 2017年还出版了自己的旅行随笔书 专业水平过硬,气质独特 二人是因为旅行的原因认识的 一个是旅游节目的主持人,一个十分热爱旅行 因为相同的兴趣爱好,才有了互相了解的机会 在路上他们认为彼此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那个人 玉恩泰为妻子还写了一首诗《想你的时候》 也想写诗,写出一片深蓝,写亮一个清晨 写出一场沼泽,让我们路过的车辆陷落 从此在沉沦中看时光飞过这样的浪漫应该 也是打动使林子的一部分吧 婚后的二人真的能称之为岁月静好 生下了女儿小金鱼儿子小罗汉 一男一女凑成好字,一家四口全国各 得得旅游散心,过着最舒服最惬意的生活 玉恩泰的微博也是,除了诗便是家庭 幸福的样子大概就如此吧 其实平凡才 是生活的真谛 这才是网友羡慕的神仙爱情啊 你最喜欢娱乐圈的哪对明星夫妻呢 欢迎评论与点赞 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 小编继续做原创的动力 感谢关注小太阳